说佛的人需不需要生命呢?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很多道理 相有心深 静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向深 这都是经上常常讲的 我们听得都耳熟啊 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还需不需要算呢? 不需要了 佛菩萨教导我们 这在小陈经上佛唱书 你说阿难问是佛结兄弟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凭什么 明了极凶祸福 凭什么能够 避凶去极 这是人的长情 这个佛不反对 佛告诉我们 只要你的心态好 为什么? 随心转嘛 身随心转 你看静也随心转 那只要心好 没有一样不好 不好的也能转变成好的 化雄为极 化灾难为吉祥 这个本事 哪个人都有啊 部分男女老少 通通都有啊 我们就是迷了 不知道怎么用 佛教给我们 古大德常讲啊 改心啊 这改就是改念头 现在人讲心态 古人就用一个心来说 要改心 把不善的心改正过来 那现在我们说 只要你起心动念 都是善念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你的灾难就没有了 祸害就远离你了 念念没有自己 念念我们人生 在这个世间 目的活在 来这一趟是为什么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业力主宰的 你不能不来啊 过去是造的有业吗 人生仇业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一点都不错 既然到了 这人进来了 我们应该干什么 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业力 我们远离 不善的专修善业 不但修善业 而且还修敬意 修善业 人天佛报 我们现在了解 人天佛报 出不了六道轮回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往后麻烦的事情 还太多 不能再干这个事情了 这事情干不得了 所以要修敬意 所以要修敬意 什么叫敬意 断我修善 这里头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明文理 没有五欲流程 没有贪嗔之慢 这个善业就是敬意 敬意 能帮助我们超越三界 超越六道 修敬意 的人念佛 决定得生净土 这是我们要把握到的